据白宫网站公布的记者汇时录,拜登在与普京会晤后表示,他认为普京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和美国冷战。 在谈到此问题时,拜登还将中国带出场,将中国描述成俄罗斯的威胁。 拜登表示,现在中国正在前进,不管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军事方面,中国都有着非常大的野心,而俄罗斯的经济正在挣扎。 他需要发展起来,所以他不认为普京想和美国冷战。 而在这次采访之后,拜登在机场接受媒体访问时,再次挑拨中俄之间的关系。 拜登表示,俄罗斯现在正处于困境当中,他们正受到中国的挤压。 其实,在之前一段时间,拜登曾在一系列事务上向俄罗斯挑衅,此时他突然对俄收敛锋芒,其中必有蹊跷。 据了解,在美俄领导人峰会到来之前,拜登曾表示,希望能够和俄罗斯建立一种稳定且可预测的关系。 有分析人士认为,拜登是想借此先缓和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,然后便于他们把精力集中在中国的身上。 而此时拜登这样做,不仅是想集中精力解决中国的问题,同时还希望得到俄罗斯的助力,共同对付中国。 不过,拜登显然是低估了中俄之间友谊的深厚程度。 在会晤还未进行之前,普京在接受美国NBC的专访时就表示,俄方不认为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威胁。 普京还表示,中俄关系的性质和水平决定了俄罗斯不会提防中国的发展。 不仅是普京,中俄之间的深厚友谊是被众多官员共同认证的。 例如,之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,目前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水平。 而反观俄罗斯和美国,之前普京曾直言,俄美关系正处于近年来的最低点。 在这种情况下,拜登想成功挑拨中俄之间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。 而且现在,中俄也用实际行动证明,两国关系好得很,双方还希望在更多领域达成合作。 据俄塔设消息,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总裁罗格金表示,中俄正在与多方商讨合作建立国际月球科研战一事。 以上这些都足以证明,中俄关系非常好。 拜登以为他的三言两语就能成功拉拢俄罗斯对付中国,那他可就过于天真了,与其有时间想一些无用且无聊至极的损招对付中国。 拜登还不如先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,尤其是认知问题,否则就凭现在的状况,拜登以后也别指望能为美国的发展想出什么妙招了。